不管你那天壓力多大 你總是要睡覺 睡完以後明天起來就reset 跟電腦重開機一樣 一場暴雨襲擊雙北後隔天 柯文哲這話說的可真輕鬆 但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用 因為雙北瞬間降下的食雨量 飆破100毫米 台北市區多達161處嚴重積水 過去引以為傲的海綿城市 在大雨衝擊之下破功了嗎 他有地方會淹 但他水退得很快 而且我們去 我昨天去防災中心 我們先把昨天有淹的地方 全部記錄下來 台北市超過78毫米 就有可能會淹水 但是我們還是有 但是昨天下到100多人 還是還可以承受 雖然強降雨 積水或淹水難免 但仍被點出 有些地方食雨量不到78毫米 最後還是汪洋一片 柯文哲表示會積極改善 但難道不怕影響年底選情嗎 每一個事件 我們就再進步一遍 再進步一遍 平常心 平常心 天下本如是 用人自饒之 而這句話其實也是雙關語 形容妻子陳佩琪臉書發文 再提前柯粉事件 強調候選人 不要老想著交踩別人 奇怪他昨天有寫 我怎麼沒有發現 被人家踩是蠻習慣的嘛 就怕陳佩琪開炮 會影響與綠營的關係 柯文哲說 會叫老婆少寫一些 畢竟隨著選舉 逼近 少說多做 才能 遇水則發 環語新聞 林委旭陳怡榮 幾kins 直播 小沙 吧 小沙 小沙